何超雄三个男人为何全被棒打鸳鸯 何超雄如今虽然已经是赌王家族的当家人 不过他的私生活仍然颇受人们的关注 其实从何超雄之前闹出的风流运势中也能够看得出来 他这一生一共有着三个关系比较密切的男生 可偏偏三个男人最后都没能够和他走下去 何超雄在年轻的时候曾经进入过娱乐圈中进行活动 当时的他认识了香港才子陈百强 两个人也算得上是狼才女貌 只可惜赌王却并不同意何超雄和陈百强在一起交往 据说在二人的绯闻闹得最轰轰烈烈之时 何超雄甚至已经有了对外官宣的想法 陈百强也一再默认此事 可是何超雄却直接将何超雄嫁给了床王的孙子许静亨 这当然是一段商业联姻 不过最后出手棒打鸳鸯的人却换成了香港美女李嘉欣 此后何超雄在接受采访时候 省数次贬损过李嘉欣和许静亨 甚至频频为自己的女儿抱不平 不过许静亨虽然是这段婚姻结束罪魁祸首 但何超雄在这个过程中也闹出了风流式 2000年香港娱乐大亨杨寿成邀请各界大佬参加自己女儿的婚礼 可是也没想到他的儿子杨其龙 竟然在宴会上和何超雄这个有夫之妇抱了起来 事情直接盖过了婚礼的热度 登上了港媒的头版头条 很多人都在批评何超雄不知检点 可是在这之后 他仍然和杨其龙有着密切的来往 最后还是赌王出手不允许何超雄再去见这个亡故子弟 这件事情才平息了一段时间 何超雄的每一个男人为何都无法和他走到最后 究竟是何超雄的问题还是外界的压力所致呢 首先何超雄的第一段感情之所以会无疾而终 主要还是陈百强和他的家世相差实在是有一些太大 如果赌王同意了二人在一起 就相当于他要失去一个极好的当家人和继承者 再加上许京亨一家能够给赌王家族提供的帮助 要远远的超过其他的豪门子弟 家里最适合嫁给对方的女儿就只有何超雄一个 此时的赌王更多的是无可奈何之举 并不是想要故意猜善女儿的幸福 第二许京亨和何超雄二人的关系 其实一直都不是很好 在李嘉欣没有出现之前 二人就已经定居了数年之久 只是为了双方家族的颜面 谁都没有将离婚的事情首先说出来而已 从这一点来看 是何超雄看不上这个花花大哨 而何红深也未必满意这个女婿 只是因为对方的家世才不得不一再退让 所以当李嘉欣出现以后 反而让所有人都得到了解脱 第三杨青龙虽然也家世出众 看起来和何超雄非常匹配 可是他在外边的名声可谓是差到了极致 更重要的是 何超雄和他走在一起的时候 正值自己的婚姻期间 如果二人的事情曝光 赌王家族想必会丢尽了脸面 再加上传案家族和赌王家族之间 有着很多的合作 这样的丑闻无论如何也不能够传出去 所以最后 何超雄的三段感情自然只能无疾而终 各位网友你们觉得呢